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安德鲁在访问中也明白表示 他定义自己为异性恋者 过去对于感情上一颖 曾被女性吸引过 只是这段访问中 安德鲁重申持开放态度 令不少男同志却越为之疯狂 安德鲁加菲尔德 去年则金球奖上语子是莱恩雷诺斯 在全球观众面前 上演今天动地的火辣男男经文 后又自报不排除成为给贺坏不少人 当时他在伦敦演出 去做天使在美国 A-N-G-E-L-S-R-N-A-N-E-R-I-C-A 一度表示 我的演出剧作以外的生活 现在是个同性恋男子 只是没有实际的肢体行为 就是这样了 他演有成为同志的潜力